回看早期的喷气式飞机,我们会发现,不论是美国的F-86、F-100,还是苏联的米格15、米格17,这些飞机都是平头的。 而后来的战斗机,比如F-15、F-27等,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尖头。 平头和尖头的造型究竟有何区别?为何战斗机不从一开始就选择尖头呢?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,喷气式战机机头造型的演变。 二战末期喷气式发动机的出现,催生出了喷气式战斗机。 喷气式发动机是一种通过喷气产生推力的反作用式发动机。 发动机产生推力主要依靠燃烧燃料产生的燃气流。 为了让燃气充分燃烧,就需要给飞机设计较大的进气道。 进气道可以在尽可能小的压力损失条件下,实现迎面气流的减速增压。 将压气机进口气流马赫数保持在0.4左右, 以保证压气机的正常工作。 而我们看到的飞机前方的平头,正是飞机的进气道位置。 早期的许多喷气式飞机,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机头进气的方式, 把发动机安装在机体的中后部,进气道的后方。 机头进气的最大好处就是结构简单,气流通畅, 进气效率高且便于设计。 机头进气在各种飞行姿态下都能保证进气顺畅, 特别是在亚音速范围内飞行时, 进气调节锥向后运动可以增加进气效率。 同时机头进气在起降时,能够较好的避免吸入杂物, 保持发动机的清洁。 因此早期喷气式飞机,大都采用了机头进气。 当然也有例外,比如德国的ME262战机, 就采用了较尖的机头。 这是因为它的两台发动机都安装在机翼上, 进气套随着发动机走,自然就不用设置在机头部位。 再比如美国的F-580流星战斗机, 采用的是一根进气的方式, 进气口仅靠机翼根部前端, 尾气则从机身的最后面排出。 为了防止空气在进气口内部分离, 飞机在紧贴机身的侧面设计了导流槽, 早先的原型机没有这个导流槽, 因此进气口内空气发生分离, 会发出让飞行员胆战心惊的巨大响声。 这种一根设计会让飞机的造型更加流畅, 减少飞行中的空气阻力。 F-880也成为了美国第一架水平飞行速度, 超过800公里每小时的量产飞机, 但这种设计比机头进气更加复杂, 而且在大偏转角的情况下, 可能无法为发动机提供足够的空气流量, 从而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, 甚至可能导致空中停车, 因此并没有被初代喷气式战机大规模使用。 当然机头进气的设计局限性更多, 不然也不会逐渐被历史淘汰了。 机头进气会造成严重的空间浪费, 不利于布置各种设备, 同时机头进气会让进气到过长, 可能影响飞机的整体性能。 进气口直接对着自由气流, 气动阻力也相对较大, 不过当时的空战依然以航空机炮抵近攻击为主, 战机的性能还不够强, 暂时不必考虑这些问题, 比如F-84、F-86、F-100、 米格15、米格17、米格19这些战斗机, 攻击手段较为单一, 机载设备只有简单的雷达、 通信电台和瞄准锯等。 米格15甚至都没有安装雷达, 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, 由于飞机不够先进, 机头进气的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它的弊端。 视频的中间, 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,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,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身体健康, 好了,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。 到后来, 飞机的发动机越来越强, 速度也越来越快, 随着飞行速度提高, 超声速气体中的强压缩波必然会产生, 因此必须寻求降低激波阻力的有效方法。 1952年, 美国空气动力学家理查德·惠特科姆, 发现了跨声速面积率, 既可以通过优化飞行器的横接面积分布, 来降低超音速飞行阻力的跨声速面积率。 根据这一理论, F-102和F-105等新型战斗机都采用了封腰设计, 尽管这些战斗机的后掠角没有明显增大, 发动机推力也没有增加, 但由于跨声速阻力的显著降低, F-102轻松突破了F-100所无法通越的跨声速区域, 最大平飞速度达到了1.25马赫, 成为名副其实的超音速战斗机。 由于飞机机前面的横接面积被放大, 那么多出来的这一部分机身横接面用来做什么? 比如之前F-80一根进气道的设计,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把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, 或者是肌腹进气的方式。 机头进气都没了, 平头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, 于是肩头的战斗机开始流行起来, 而肩头的设计又能进一步提高飞机的超音速性能。 飞机在飞行时会受到来自空气分子的阻力, 飞机头部的鼻椎是与空气的第一个接触点, 鼻椎可以切开这种空气介质, 让空气为飞机的其余部分让路。 一般来说, 圆形的鼻椎有利于空气分子在其上方和周围的温和运动, 同时将摩擦阻力保持在最低限度, 但这种设计适用于客机, 却不适用于超音速战斗机。 超音速飞机速度太快, 在飞行过程中, 前方的空气分子没有时间移开, 结果就是产生冲击波, 导致飞机机头压力非常大, 因此这种超音速飞机的前端被设计成了尖头, 通过减小表面积来降低冲击波的强度, 从而降低阻力与平头战机相比, 尖头还带来了另一项重大优势, 那便是可安装的设备更多了, 比如更先进的雷达和基载设备, 其实平头战机并不是不能装雷达, 只是近期到占据了太多位置, 使机头空间太过紧凑, 简而限制了雷达的尺寸和重量, 使飞机只能使用小雷达, 严重影响了雷达的性能和探测距离, 在战机越来越偏向于视距外作战, 越来越重视雷达性能的时代, 这种缺陷无疑是致命的, 而尖头的飞机把进气道移出了机头, 在该部位释放出了大量的空间, 这让飞机可以安装更强大的基载雷达和各种电子设备, 进一步提高了空战性能, 于是过去的平头战机就逐渐成了落后的代名词, 自F-102米格23和歼82之后, 各国都不再推出平头战机了, 如今的战斗机基本都是歼头的造型, 在现代空战中, 信息火力和机动能力已经成为了空战制胜的三大要素, 雷达作为战场态势信息的重要来源变得越来越重要, 因而对机头空间也有了更高的要求, 平头战斗机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, 在未来复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 不但平头战机难以复出, 甚至尖头战机都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, 如今各国的五代机都采用了菱形机头的设计, 菱形机头有利于降低正面雷达反射面积, 减少雷达波的反射, 从而提高飞机的隐身性能, 此外菱形机头还能产生独特的机头涡流, 这些涡流不仅有助于提高飞机的生力, 还对飞行性能有所贡献, 世界先进的F2、F35、J20和苏57等机型, 都采用了零形机头设计, 这种设计成为跨入五代机标准配置的一部分, 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, 还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飞机设计,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咱们下期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